昨天,也就是5月21日 在法国班内举行的一场网游决赛上 现场转报中出现了有流亡的藏族人 高举雪山狮子旗对中共表达抗议的画面 这场比赛国内的转播也因此而中断 这种情况在西方的国家出现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雪山狮子旗是1918年打赖喇嘛自定的 专门代表西藏的旗帜 一直以来在大陆都是藏独的代表 相当的敏感 在很多中国人所受的教育里面 多多少少都听说过藏独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里面包含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的说一说 从已经破译的人类基因途中 有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结论 那就是汉藏同源 也就是汉族和藏族 实际上是源自共同的祖先 而且两个族群分开的时间并不长 仅仅是五千年左右 也就是汉族的祖先在黄河流域 一统江湖的时候 同种的藏族祖先向清藏高原迁徙 从此天各一方 随后这两个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 走出了可以说南辕北辙的发展轨迹 从外在到内在 再也没有一丁点相似之处 正是由于历史发展带来的这种文化鸿沟 加上我们读到的历史往往不可信 使得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很少 比如藏传佛教的历史 就连同错综复杂的这种宗教纠葛 容易让人陷入一些误读的这种陷阱 那么藏传佛教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那个被中共贴着分裂分子标签的达赖 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宗教人物 这个咱们就有必要仔细的分析一下 藏族全民信教 要了解藏区呢 那个藏传佛教就是绕不开的大坑 佛教大概在公元七世纪传入藏区 唐朝文尊公主携带佛像佛经 入藏联姻之后呢 由于吐蕃统治阶层的大力推广 佛教呢就逐渐得势 和藏区土生土长的本教融合 形成了独树意志的藏传佛教 也就是所谓的喇嘛教 它对比中原佛教是有很多区别的 中原地区虽然有蓝堂和圣堂这种佛教传播的盛况 但是经历了三五一中的四次灭佛运动 再加上中共的文革 佛教传承断裂 这几百年来总体上是一路示威 而经很多这个寺庙香火旺盛 其实也不过是假和尚商业化操作的成功 并非佛教正正的复兴 而藏传佛教呢总体上未经截烂 广泛弘法 而且独具这种转世宁童的制度 所以各支各派 法脉传承清晰 中调典截 仪轨呢也比较繁复 较好的保存了佛教的原有的一些面貌 但是啊 它算不算正宗佛教 这个在中原的佛教看来啊 是存在一定疑问的 佛教呢就传承方式而言啊 分为显教和密宗两类 简而言之啊 显教就讲究有教无类 立地成佛 谁都可以修行 这个密宗呢就讲究上师传承 累世修行 也就不是说谁都能入门的 在中原流传至今的佛教 基本上是显教 在藏区流传的佛教呢 基本上是密宗 由于地缘的因素啊 藏传的密宗啊 融合了印度教 本教 类似于这种巫师的一些仪式和内容 外在的形式呢 比较原始和野蛮 在某些人看来就有些不可理喻啊 比如那些张牙舞爪的面具 就有点 类似于我们汉族原始的那种跳大神啊 居然还代表护法神 侍逢法会呢 那些活佛们 都要戴上面具跳一跳 又比如啊 密宗里面的欢喜佛 其实啊 就是这个印度教里面的生殖崇拜 这些东西啊 在中原佛教里面是不可想象 更不可接受的啊 这其实都是原始宗教的一些遗留特征 是比较落后的 密宗啊 极个别支派 还流传血迹的恶劣传统 不仅有活人济世 而且某些贡品呢 也可谓金氏骇俗啊 人肉 大蒜 甚至少女的精血啊 都赫然在列 有些自派啊 甚至还打着采音补羊之类的旗号 进行双修 实际上啊 就是把女信徒当做信儒 重大决策的时候呢 还要请神断 用我们的话来说 就是跳大神啊 用专职的神汉 来代言神域 我插一句啊 比如我们熟悉的 太平天国的杨秀卿啊 就经常玩这种 降神的游戏啊 人的头皮 头骨 腿骨 鲜血 甚至大肠之类的东西啊 都可以成为法器 比如男产的产妇 和胎儿的大腿骨 就是用来制作召唤王林的 古号中的所谓上品 葬传密宗认为啊 一个妇女之所以难产而死 就是因为她前世的罪孽太重 如果她的遗体上的骨骼 捐献出来作为法器 就能洗清她前世的罪孽 以求来世 得到一个好的转世 上世纪90年代 有一个很小众的歌手啊 叫做朱泽勤 他人不怎么出名 但是他有一首 大红大紫的歌曲 叫做阿结谷 这个阿结谷啊 就是专门只用 年轻的姑娘的人皮 做成的一种谷 是法器的一种 藏传密宗啊 这套修行方式啊 实际上跟佛教的仪轨啊 已经没什么关联啊 直言不讳的说呢 就是极其落后的跳大声 和巫术 这些玩意在中共建政之后 被人利用 成为龙鹿制度 残暴血腥的这种反面力阵 来供人参观 引起误读 其实啊 它跟龙鹿制 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这些修行者所用的人骨法器啊 也不是随便买来 或者以残忍的方式得来的啊 必须是 世主生前发愿 死后把骨头送给 喇嘛 作为修行用途 才可以采用 另外呢 藏传密宗的神仙谱啊 也相当复杂 很多印度教和本教的神仙啊 都被引入 每个人呢 都可以选择一个护法神来供奉 什么死对头啊 狠角色啊 恶兽啊 凶灵之类的玩意儿 通通可以纳入 护法神的这种行列 所以说是乱七八糟也不为过啊 很难用常人的思维去理解 你比如达赖啊 他是号称观音菩萨的 现世肉身 在藏传佛教里面 这个神仙级别已经很高了 但是他居然也需要 诗人的护法神 叫名叫吉祥仙女 这个号称藏帝 第一护法神的女人啊 他其实是来自于 斯利兰卡的一个传说 就是传说他 弃夫杀子凶狠骇人 所以历代达赖啊 随身带着他的这个 唐卡画像 作为这种护身的所用 达赖做决策的时候呢 虽然本身自己是一个 号称神仙啊 但是一样要请人跳大神 祈求所谓的神域 甚至啊 专门成立了一个 供养神汉的机构 叫做神域寺 大家今天如果去拉萨旅游呢 还可以看到这个寺庙 依然在 达赖在1959年 逃往印度之前啊 就曾经向自己 专属的乃穷神域 这个乃穷是个蒙古神啊 他向这个神问卦 根据这个问卦的结果呢 他才下定了出逃的决心 达赖呢 还曾经启用过一个护法神 叫做熊天 这个熊天是有真实的历史原型的 这个原型呢 是被武士达赖 逼得致敬的一个活佛 他俩人是个政治上的对手 你看这个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 这个达赖居然像自己制造的 这种冤魂 寻求护法 实在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逻辑啊 估计后世的这些达赖继承者啊 也觉得把这个熊天当作护法神有点不妥 所以呢 现在已经放弃了 而且出于打压这个熊天教派的目的 这个熊天 他有一个教派啊 至今也是一个小宗教派 而且是专门跟达赖对着干的 所以达赖现在就宣布 信仰熊天啊 是非法的 从上面的介绍啊 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以密宗为主体的这个藏传佛教啊 它是佛教在藏区的本土化 与印度教本教相互的掺杂之后的一种变异产物 所以呢 有传统的佛教徒认为啊 藏传佛教是旁门左道 偏离了这个佛教的本意甚远了 他作为佛教的衍生教派很有特色 但绝对不是主流 有所传承 但也谈不上光大 我个人的浅见啊 藏传佛教在教义上对于佛教的贡献呢 是比不上中原佛教的禅宗 天台宗 华阴宗等十大宗派的 总体而言这个支流是比较封闭和落后的 但正是由于它的封闭和落后 使得很多的门外汉啊 把这种神秘当作了独特的文化 甚至是以为佛教的这种正统 在欧美和港台呢 趋之若鹜 以为时尚 比如我们都很喜欢的歌坛天后王妃 他就信奉世袭制的撒迦派 但实际上呢 他跟很多声称信仰 藏传佛教的人一样啊 只是赶时髦 当时尚 凭他在现实中抛夫弃子的行径呢 信佛的意义真的不大 转世灵童啊 是藏传佛教的一大创举 从本质上来说呢 是僧侣巨坛 保证法脉传承 维护宗教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中原佛教是险教 他讲求公开弘法 师徒相传 门槛低 修行义 但是呢 一旦遇到政治动荡 就容易断了香火 而藏传秘中 入门灌顶 讲求知智 很多时候都是闭门造居 多为世系 或转世传承 有些所谓的咒语啊 甚至是不见天日 仅靠口耳相传 所以他门槛高 修行难 但好处呢 就是传承系统 脉络清晰 这样一来啊 这个宗教的权力 就牢牢的控制在 僧侣集团手中 这个民众啊 唯有膜拜 难窥真相 这个呢就有点像 中世纪的这个天主教一样啊 宗教的解释权 甚至圣经的解释权 都是在教皇的手里面 民众啊 你只有膜拜 不能质疑 转世灵同的这个首创者啊 是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 黄 红 白 花 其中的白教创立的 这个红教和花教啊 至今都是采用家族世袭 就跟我们这个皇帝世袭是一样的 现在啊 这个白教啊 他已经传到了第十七世 大宝法王 这个 这个人目前流亡印度 大宝法王这个称号啊 是明臣主给的 这个聪明的做法出台之后呢 其他的大小教派啊 迅速跟风 达赖和班禅所属的皇教呢 也采用了这个方法 在全盛时期啊 藏区大大小小的活佛 多达万名 各宗各派 各室各庙 不论大小 都有自己的活佛 到现在呢 都还有两千多活佛啊 不仅是活佛啊 连活佛身边的护法神汉啊 都讲究转世 真的有点烦不胜烦啊 转世灵同这种玩意儿 而说起来很玄乎 仪式呢 也极其复杂 但实际上呢 说起来是不堪考究的 且不说啊 整个寻找的过程 是一小撮高层的僧侣随意解读 咱们就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啊 怎么一个活佛 转世他就一定会在藏区呢 对不对 他就不会投身在美国 不会投身在欧洲嘛 那些所谓的这种灵异的过程 什么七彩祥云啊 那个湖水的变色啊 其实啊 这些东西都是跟 汉人学来的啊 就像汉人史书里面 很多开阔狂历 一出生就是 口寒天线 五彩祥云 这些话呢 就当成传说吧 所以呢 转世灵同啊 归根结底 还是各方面利益 角逐的结果 在精平撤迁这种制度 出现以前啊 转世的过程啊 特别容易被人操纵 什么特定地区 特定家族 这种小圈子现象啊 屡见不选 所以逼得这个清政府 搞出了这个 精平撤迁 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虽然说不能杜绝 暗箱操作 但是呢 至少还保留了一定的悬念 有一定的随机性 十四世达赖啊 他的继位啊 实际上也是个黑箱操作的结果 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 就跟中共的定额选举一样 按规定啊 至少要三个候选人 一起进行精平撤迁 但当时啊 是1940年 那个时候啊 民国政府正在抗日 内忧外患 无暇他库 所以呢 对这种情况也只能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进行了特别批准 虽然说活佛 从教义上来说啊 本来是没有什么高低之分的 但政治地位 中派大小 历史传承 等等诸多因素 还是决定了这个活佛啊 跟行政官员一样 三六九等 清清楚楚 明朝时期呢 这个大宝法王 经过这个明成主的册封 算是最高领袖 到了清朝呢 这个中央政府大力扶持五次达赖 达赖呢 又成了最高领袖 后来啊 满清出于防止 一家独大的这种用心 又扶植了班禅 达赖和班禅两个人啊 分别管理藏区 互不同书 都归驻障大臣节制 班禅和达赖啊 虽然都属于同一个教派 皇教啊 而且班禅也是中央政府撤封的 但是呢 达赖的驻地在政治中心拉萨 而班禅的驻地呢 在后藏的日喀哲 所以呢 虽然这个地位上啊还是有高下纸别的 达赖啊 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地位啊 都要高国班禅 历史上的达赖和班禅啊 事实上经常互为师生 他们之间的转世灵同啊也是互相认证 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1995年十四班禅转世灵同的认定的时候啊 在海外的达赖啊 就提出了异议 因为无论从历史传统 还是从宗教仪轨上来说啊 达赖啊 确实有认证 藏区一切活佛转世灵同的权利 当然也包括班禅 但没有他的认证啊 世俗政权 单方面的册封啊 就容易留下不合法统的这种后患 藏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呢 在清朝康熙之前呢 已经成为了传统 很多割据的贵族呢 同时也是世袭的宗教领袖 但是呢 诸侯伶俐互相不买账 达赖啊 和满清结盟 又仰仗部分蒙古贵族势力 取得了宗教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 成为藏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 达赖作为宗教领袖 又同时是政府的最高手了 相当于现在的总统 他之下呢 有设政 总览政府的具体事务 由几个特定的活佛来兼任 相当于总理 在设政之下呢 又设立叫做嘎伦 由僧人或者贵族担任 相当于各部的部长 嘎伦以上的这个任命呢 原则上呢 要经过这个 作战大臣的这个批准 跟明朝的吐司一样啊 藏区在整个建制上呢 是保留了很大的独立性的 有自己的法律 政府军队 甚至有外交特权 跟中央政府的关系呢 是附庸跟宗主的关系 所以呢 历史上藏人和汉人啊 对于中央集权的态度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他们长期自治的这种事实 文化传统差异又非常巨大 所以如果我们用惯常认为的那种 理所当然的大一统思维啊 去刻画藏人的思维啊 就难免会导致错位 19世纪英国人在占领印度之后啊 势力逐步扩张 打通与印度接壤的这个西藏的通道呢 也就成了必然 事实上啊 英国人在1876年的燕台条约之后 就已经获得了在西藏探路的权力 1903年底呢 英国人正式进军西藏 要求进行通商谈判 但是啊 当时的这个达赖政权 跟满清政权是一样的 根本不具备国际事业 结果就是被打得满地爪牙 英军在江支彻底击溃将军 定立了拉萨条约 十三世达赖远逃蒙古 在这件事情上啊 满清作为宗祖国 没有给西藏提供任何的帮助 反而指责 这个藏人挑起事端 整个过程表现得极其差劲 事后的处理啊 猥琐狼狈 但大部分 本来是新向满清的这个上乘势力啊 包括达赖啊 极其失望 从此呢就开始 联俄抗英 最后发现实在是打不过 就直接转向了 英国人 坦白的说啊 对于弱势民族而言 如果一定要找靠山的话 当然是谁的拳头印就听谁的 这是无可厚非的 这个统治集团的转向啊 使得藏区的形势更加艰难 人心事变 暗流涌动 为了应对藏区 离心离德的这种局势 当时的驻葬大臣啊 叫联裕 他就跟清廷提了一个建议 说啊 为今之计 自非改行审不可 蛇官驻兵 借防英防俄为名 而建收其权利 这个建议呢就跟当年 袁世凯建议李鸿章 把朝鲜改为一个省 是一个出发点啊 满清呢显然是采到了这个意见 只不过是想在实施的过程中啊 循序渐进 温水煮青蛙 随后啊 就在靠近四川云南的藏区 开始实行改土归牛 所谓的改土归牛 我之前在文章中说过啊 是在贵州的吐司中 率先实施 并取得成效的一项措施 说通俗一点啊 改土归牛就是 废分封 射郡县 这一招呢 自然会引起反弹 1903年啊 驻葬帮班大臣 奉全 在进藏履职的过程中 途径一个叫八堂的地方的时候啊 因为说要限制喇嘛教的势力 结果呢 得罪了当地的喇嘛 他们一行五十人啊 被藏人 劫杀在八堂 蜻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大为震怒 后来的四川总督 驻葬大臣 有屠夫之声的赵尔锋 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说赵尔锋是个屠夫啊 我觉得是不太确切的 这个人啊 很像左宗棠和曾国藩 内辱外法 他骨子里呢 背天领人 但关键时候呢 却行事果决 绝不脱离带水 1906年啊 他率军进藏 顺利评判 在整个的评判过程中啊 手段非常铁血 比如他围攻七春沟 商批市等地啊 对于抵抗者一律徒之 堡垒寺庙 悉数进毁 藏区为之 闻风尚胆 但凡民族纠葛啊 这个铁血的手段呢 往往见小快 赵尔锋杀发尼威 迅速建功 但他呢 并非是一介武夫啊 他文字其实也挺在行 他随后呢 就在这个平叛地区啊 推行改头归牛 移民屯肯 开头地方三千里 奠定了这个民国西康省的这个基础 1909年呢 赵尔锋第二次佣兵 进军拉萨 直接宣布 割除十三世达赖的这个名号 达赖啊 文风逃亡印度 但是这个辛亥革命的爆发 使得赵尔锋被抽调回成都 镇压保禄运动 而且很快就意外上命成都 没有完成在整个藏区 推行改土归牛的这种宏伟计划 所以呢 这个计划也就半途而废了 那么藏区适不适合改土归牛呢 我个人认为啊 至少在当时是不适合的 体制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啊 它并不是武力可以轻易的统一的 你中央的政权风雨飘摇 国家的政体前途未定 这种情况下 连军法的割据尚不能避免 你贸然在不同的族别 缺乏文化认同感的这个藏区 改土归牛 这在少数民族看来啊 无疑于变相的压迫 很难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 历史成功的经验证明啊 英势逆倒 利用原有的权力结构来施政 往往比自己直接管理 更加可行 好 今天的二月故事 咱们先讲到这里 欲听下回分解 请继续关注收看 请继续关注